爱生活爱美食 大家好,我是小丽 我们今天来做一款非常好吃的红糖蜂蜜饼干 这款饼干同时拥有了红糖和蜂蜜的清甜 酥脆又香甜 在大碗中加入50克融化的黄油 加入50克红糖 再加入50克蜂蜜 然后搅拌均匀 一直搅拌到这样,非常融合的状态 再加入170克的酸奶 1克盐 搅匀 我分两次 一共加入了300克的低筋面粉 再加入4克的无铝泡打粉 1克小苏打 搅拌均匀 因为面粉的吸水量不同 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适量的调整 大致拌匀以后我们可以戴上手套 把面团这样按压的光滑一些 这个面团是比较柔软的 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然后用保鲜膜盖好 放到冰箱里边冷冻半个小时 或者是冷藏一个小时以上 时间差不多了以后取出来 再正粉面都要铺上一些干面粉的方针 光面朝上 把它擀成厚度大约是0.5厘米的圆饼 我用的是一个花形的小模具 这样一个个按压出饼干的形状 剩余的面团我们可以重复以上的动作 我们再利用一根吸管或者是其他的工具 在中间戳一个小洞做出花心 准备好了以后 我们在饼干的表面 再蘸上一些红糖 这样吃起来会更香甜 这些材料我一共做了三十几块饼干 把做好的生胚摆放到烤盘中 烤箱开上下火需要提前预热 180度放在中层烤20分钟左右 因为烤箱之间是有差异的 所以温度和时间仅供参考 饼干出炉以后可以放到量价上 自然放凉就可以装盘开动了 按照这个比例做出来的饼干 味道是清甜的 表皮酥脆越嚼越香 你还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 把糖的量适量的增减都可以 喜欢的小伙伴们也动手试一下吧 我是小莉 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留言 明天见